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今天繼續講 在螺恩之變換下 這個電磁場怎麼變 我們上次 在1905 特殊相對論 還有 馬克斯奧方程式 那一講裡面 用導出來 在兩個慣性坐標之間 這個電磁場的轉換 用的辦法是 1905年 Einstein用的辦法 那個辦法 基本上是一個很樸實的辦法 但是把這個 電磁場為什麼在 兩個慣性坐標之間 的轉換是那樣的情形 這是 描寫的非常深刻 所以我們 就保留了Einstein的原貌 來講 今天 這個是在1908年 Minkowski發現 這個在羅倫茲變換下 這個電磁場的變換 像是 在羅倫茲變換下的 這個二階張亮的一個變換 那這個 當然這個是在把 那 Minkowski把這個 時間跟空間 當作一體 那 這樣 這個 在這個 四圍的 時空裡面 經過羅倫茲變換下 那這個 這個電磁場是 形成一體的 它的變換 像在一個 這個 反對稱 二階張亮的變化 那 我們先複習一下 上次 這個 電動力學 用這個 用這個 四圍時空裡面 這樣的一個 四圍時空裡面的 向量 這個 表達 是 如何來表達的 那 我們 上次說過 在這個 在這個 羅倫茲變換之下 這個 這個 羅倫茲變換 這個 坐標的 羅倫茲變換 是這樣的 這個 X' 這個 X-VT 那 T'這個 然後這個 Y'等於Y 這個 Z'等於D 那 然後這個 T'等於 這個 我們用CT 這個 X 減掉 這個 我們用CT的話 這個 把它寫成是 這個 然後 這個是 這個 CV 這個 CV 然後 這個 CV 然後這個是 該是 T 這個 CT 這個 然後 這個是 這個 CT 這個 X 這是 輪子變換 這個 逆變換的話 就是 這個 逆變換的話 這個 Y'等於Y 這個 Z'等於Y Z'等於Y 這個 Z'等於Y 這個逆變換是 這個 X等於Y' 加上這個 C' V' C' T' C' Po' R' C' T' Po' D' T'Po' 那在轮子变换下 这个我们可以把它 我们知道这个CT 这个相当于 四维的时空距离 圆点的距离 这个圆点距离 在O跟O'里面 看来两道都是一样的 那这个我们叫做 Minkowski式的距离 Minkowski Minkowski式的距离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定义 这个四维的向量 用这样来表示 这个CT 那刚刚这个 刚刚这边这个 这个 这边这个我们就 就叫它做 这个两个重复的 这个主码出现的时候 是代表各个主码的加 那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 Xmuse这样写 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个 它是这个T的 然后这个 XYZ 那这个其实就是这个CT的样子 这个 那这样东西 我们就叫做这样 这个 那这个基本上把它写成这样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Xmu 跟一个 Lambda这个mu 这个mu 这样 一个类似矩阵的 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 这个基本上就是 螺人质转换 这个 这个螺人质转换的话 那这边我们可以得到 这个是 这个 这样 那在螺人质转换下 这个 这个东西 跟这个是一样 这些希腊字母 是代表 四维的时空向量 那这个 这个四维的时空向量 这个是 是prine 这个 那这个东西 写下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CTprine 然后Xprine 那这样东西是一个 这个 这个 四维时空里面的一个 四键点的位置向量 这个 这个位置向量 那接下来 它的 衍生物 我们可以定义 这样 这个 Dxmu Dxmu 可以用这样子 C 这个Dt 我们基本上可以这样写 Dx 我们可以用Ux 这个代表它在某个坐标里面看到的速度 Y方向的速度 然后Z方向的速度 这东西我们把它放进去 以后我们同样的 求这两个相邻时刻的一个粒子 在它的所谓世界上的两点的距离 这个距离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个 这样来表示 这个是C C平方 C平方 Dt 然后这个减掉这个Dx 减掉这个 这个基本上把上面这个带进去的话 这个是C平方 这个D 那然后这个减掉这个是Ux 这个Dt平方 对 这个Uy 我们可以把Dt拿出来 这个C平方 这个拿出来 那这样一个量 在两个互做等速直线运动的观测者看来 这个量出来 这个量 是一个不变的东西 那这个不变的东西 假设在一个 在一个 在一瞬间 看到这个粒子 跟这个粒子 这个 这个是顺时禁止的 那一个坐标系里面的话 惯性坐标系里面 它量出来的实距 是这个Dt平方 那我们这个叫做原始 这个叫做原始 这个Dt叫做固有时间 或叫原始 那这个东西是在 任何两个相对的 做任何两个互做等速直线运动的 惯性坐标系里面看出来 都是一样的东西 然后这边 这个平方 这个原始基本上在 我们某一个这个坐标系 就是 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这个这样一个关系 那这个东西是在任何 任何 这个 关系坐标架下 这个量出来都是一致的 这个都是一致的 跟 跟在哪个坐标没有关系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定义一个叫做Wu的 Wmu的 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样的东西是基本上是这样 是这个 这个 这个 Dxmu 这个对tau的这个微分 这个 那 这个对tau的微分 基本上 我们可以看 在 这个 第一个坐标的话 ct对这样的东西 微分的话 ct对这样的东西 微分的话 这个 基本上是这样子 这个 C 然后这个Ux 我们 这个 我们这个就用掉 用这个 U平方好了 这个U 或者我们 这个东西就叫做 C平方 这个Dt 这样子 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个 那这个叫做四速度 四维时空的速度叫四速度 那相对的我们上次也说过 这个微分的变化 我们可以定一个 这样的东西 我们把它第一次速度乘上这个M0 假设这个直点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四动量 四维动量 这个所谓这些 这些DX 然后这个Xμ 这个DXμ 然后这个Wμ 这个Pμ 这些都有一个固定的长度 这个长度跟你在哪个坐标里 没有什么关系 那比如说这个四速度的平方 就是这个C平方 那四动量的 四动量长度 这个四动量长度的话 就是这个所谓的能量 除掉C 减掉这个 这个东西我们知道 这个是这个M0平方 C平方 等等这样的关系 那它在轮值变换下是不变 那接下来 这个接下来 接下来还有这个 像是这个 就是这个四维的 四维的这种T度 四维时空的这个T度的话 这个要定义成这样子 好 这边有个这个负号 那这种是跟这个 Minkowski的Matrix的选择有关系 那为什么呢 我们希望 比如说我希望这个 作用在这个 好 这个作用在这个 这样的一个函数上 我希望得到一个 这个这个四维的向量 这个 这个四维向量 在这边很明显的 假设这样写的话 这样去作用的话 它是二倍的这个CT 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个 这个我们叫做 四维时空的T度 对 好 那 然后 然后 还有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 这个大约就是 这个 在轮子变换下 这些 这些 Xμ Wμ Pμ 它的变化都像是 这个 坐标的变换那样 所以我们这个叫做 这个四向量 这个四向量 那 这个 电场和磁场 在这个里面变换 这个 下面我们就来看 这个电磁场的变换 是 就是螺恩之变换 是什么样子 那我们上次 我忘了讲一个 我们还有一个 这个四向量 还有四向量 是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 Jμ Jμ是这个 电荷密度乘上这个GX 这个GXJY JZ的这样的一个组合 这也是四向量 那还有在 这个 在这个满足轮值规范下 这个 这个Aμ 那Aμ我们可以写成是 这个 为了它这个 为了它这个 存量是 这个 那这些都是四向量 那这些都是四向量 那电磁场在螺恩之变换之下 是什么样呢 那我们先看 这个 我们先看这个BX 那BX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这个 这个 对 这个 Y的维分 这个 这个 向量式 这个 这是 是向量式的 这个 这个是Z 这个Z A 这个 Y 那这个 那这个我们 按照这个 按照 这个 向量式 这个 三加一的 这个向量式里面 向量式的 这个 顺序 我们叫它做 某一个 这样子 Z Y 那 这个 BY 我们可以 这个 BY 是这个 对Z 对这个 X 那我们就叫它做 F X Z 那 然后 然后 这个 BZ 同样的 我们 这个 是 X 对 这个 Y X 这样 那 这个 这是 用这个 存量式和向量式 写出来这个 电场的 这个 样子 磁场的样子 那 相对的 这个 这个 EX 的话 EX 的话 我们可以看作 其实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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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X 对 然后 这个 对这个 空间的 这个 为分 这个 我们应该对 CT 为分 所以上面 乘上一个 C 这个 然后 把 C 通通 除掉 我们应该是 这样子 这个 Cφ 这样东西 我们针对 这个 X的话 这个是 T 这个 叫做 AT 我们 这个东西 我们叫做 AT 那照 刚刚的 那样的说法 这个 这个 我们就把它 定义做 F 这个 XT XT 这个 那 然后 这个 这个 同样 就叫做 我们用一个 一般的写法 我们可以把它 这个 写成这样子 这个 这个 叫做一个 两个竹马的东西 这个 这个 两个竹马的东西 这个 那 这边 这边的话 我们 这个 然后 减掉 这个 那 在这边 因为我们在 这样的表示里面 这个 时间的 空间部分 是负的 所以 所以 这样是 就会 这个 相符合 这个 相符合 那 我们把它 这个 写下来的话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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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下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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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写下来 这个 μμ 应该 应该 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 那 这个 当这个 这个 μ等于 这个 μ等于μ的话 显然是一个 零 这个 这个 那这个f mu mu 我们把它写出来 那这行是这个时间的 对 那我们知道这个假设这样定义的话 这个f mu mu 就假设把这个竹码相反的话 它就会等于负的这个mu mu 我们叫它做反对称张量 那这边这个0 然后第一个是这个xt的话 是在xt的话是t是1 好 这个第一行 这个第一行的话 这个第二行 第二行的话是这个c分之1 然后这个c分之 好 然后这个0 那这边是负的c分之1 这个xz是这个by xz的话 这边这个是by 那这个xy呢 xy等于负x等于负bz 同样 这边是yz 这个负的gy 那所以这边是这个 那这边是这个bx 这边是这个bz 那这个是负的by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写出来 那我们再看看 这个 这些向量之间怎么转换 那比如说我们看 这个 这应该是叫这个fxt 对 那什么是这个二维张量 这个是二阶张量 这个二阶张量 那基本上我们看 假设这个aμ是某一个 这个aμ 是某一个这个思维四项量 这个它的四个分量 我们叫做这样 那这个bμ 这个bμ的话 我们 这两个都是 这个 四项量 这个 那我们可以形成一个这样的十六个量 好 那这十六个量可以这样写 好 这个 这个十六个量 好 这个 这个好 是它之间的这个成绩 这个atbt 然后 这个 这个 t是这样 好 这个 这个 这个ax 还有这个 这个 这个是at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at 是ax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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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这十六个量之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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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螺仁兹变幻之下 它们会混起来 混的办法如下 混的办法如下 我们刚刚是一个叫做二阶的反对称张量 我们假设叫Gμμ 它的变换会像刚刚这个 会像刚刚这个 这个Aμ 这个变换相当于Aμ 这个Bμ减掉这个Aμ 这个Bμ 大约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这样的一个东西 在这个螺文字变换下怎么变 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我们譬如说来看这个 这个是XT 这个我们就叫做这个XT 好了 我们 这个就叫做这个GXT 那它的变化应该是这样 它的变化应该像这样 这个AXBT 减掉这个 这个ATBX 这样的一个东西怎么变 那我们下面为了这个轮子变换 这个我们下面把这个C当作1 为了这个计算的方便 我们把这个C当作1 这个C当作1的话 这个我们看 在这个Prime的系统里面 这个 在Prime的系统里面的话 它这个变化应该像是这个APrime 减掉这个ATPrime 这个在另外一个系统里面这样变 那这个我们看看这个AX 这个是我们这个C等于1的话 这个我们就用这样子 这个1减掉这个V平方 这个X减这个V 这个AT 对 那然后这个 这个ATPrime的话 是这个 AT减掉V AX 那同样 这个 这个 同样这个 BPrime这个X 因为它是四项量 像两个四项量这样子 每个分量这样子 乘起来 这个 乘起来有这个16个量 这个 对 对 哦 然後我們把剛剛這邊這個擦掉 大家應該對輪子變換很熟悉了 這個應該像這樣變化 這個我們看看這個 那我們就把這個量展開 把這個 這個我們有這個 其實我們最好把它這個叫做K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的話就是這個K K平方這個是分之一 這就是這個K平方 然後這個 AX這個BT 然後減掉 這個減掉這個 AXBT 這個是K平方 然後減掉 這個減掉加上 然後減掉 減掉這個K平方 然後V這個 這個AX 這個AX 這個B AX BX AX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 再減掉這個 減掉這個 K平方 K平方 V AX AX BX 這個 AX BX AX B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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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平方 at的话 然后是这个 at的话是ax 然后这个 ax 然后这个bt 那ax然后bt 然后这个加 这个 减掉 减掉这个k平方 这个是这个 at 这个b at at bx atbt 等一下 这个atbt 减掉这个 这个 减掉这个at 然后这个ax ax 然后 axbt 这个 x b t 这个 这个 axb t 是 x b t 是正的 这个at x b t 是正的 这边 x b t 已经有了 所以 所以不是这样一项 所以不是这样一项 好 这个kv 这个显然不是好 这个 ax b t ax b x axb x axb x 然后 把这个减掉 这个 整个把它这个减掉 这个 减掉 这个得出来是什么 好 好 这个 那这边好 axb x 这边相减 好 这个是平方 对 这也平方 好 平方平方平方 这个平方 好 这个 b平方 这个 好 这边这个相消掉 对 好 这边相消掉 好 然后 这个也可以相消掉 相减收会消掉 好 那然后剩下的东西是什么 是 是这样 是 这个 这个 剩下的东西是 好 好 好 是 这两个消掉 好 剩下的东西 好 这两个消掉 这两个东西消掉 好 好 那 剩下的东西 剩下的东西是这样 好 这个 这个把这个两个相减 好 我们就要写出来 好了 ax'b 好 这个就变成 k平方 好 这个 好 axbt 好 这个 好 减掉 这个 axbt 好 这个 啊 axbt的话 这个是 k平方 这个 k平方 然后这个 这两个都有这个 好 乘上 好 这个 好 然后这边好 这个相减 加上 这个 这个 k平方 好 然后这边好 这个相减 这个 好 这个 k平方 好 是 axbt 解掉 1 所以是负的 这是b平方 解 1 好 那把这两个合起来的话 我们知道 这个就是这个x 好 那这个是我们原来的这个东西 好 所以他的这个系数 其实好 这个告诉我们 啊 这个 prime 好 这个 等于这个 所以 所以 这个告诉我们 其实是告诉我们 这个1prime 这个x 那我们可以再看一个例子 这个再看一个例子 再看一个例子 很快 2 2 2 1 1 1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个EY 这个EYT EY等于这个GYT 它的变化大约是这样 这个AYBT 减掉这个ATBY AYBT 减掉这个 大约是照这样来变 那在这边 我们这个AY AY等于 AY'等于AY 这个BY' 那我们照刚刚好这个BT' AY'这个BT' 这个是等于这个AY乘上这个K 然后这个BT 然后这个 减掉 这个K 这个V 这个AY 这个 AYBX 那这个 同样的 这个AE T'这个BY 这个是这个K K这个 ATBY 减掉 这个 K V AX 这个BY 把这两个相减 把这两个相减的话 这个我们看到 好好这个 好 这边好这个 这个K 然后 加上 加上 K 这个减 这个 AYBX 那这个相当于 这个相当于 这个 这个GYT 这个相当于 就是这个 那这个相当于 这个XY XY这个 XY的话 这个就是 XY我们要看这个 这个XY的话 这个我们有YX 所以它其实是 这个 负的BZ 这个负的BZ 这个是相当于 这个 这个大约应该是 负的 负的BY 这个BZ 那这个把它写出来的话 就是 这个K 这个相当于 这个EY 这个 C 这个 EYC 这个 这个 这个代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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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这个 C分子 EY 然后 R1加上 这边是K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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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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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它这个事情 把它写清楚的话 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 那我们这个证明什么呢 我们这边证明 是说这个张量在轮子变换下 它的变换像是一个 二阶张量的一个变化 像这个二阶张量 反对称二阶张量的一个变化 那下面我们就可以把 这样的一个东西 跟我们来看看 这个马克罗尔方程式 在这个思维的 二阶张量之下 这个写出来是什么东西 那我们不必全部都去算 这个计算的大致的过程 是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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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好,那 這個,我們 這樣的張亮,我就可以跟這個 這個 delta a mu,去跟這個張亮作用 好,那這個作用意義之下,這相當於做 做這個 明考斯基斯的內積,這個基本上是相當於做明考斯基斯的內積 那這邊,這邊,我們 我們,譬如說,我們就這一行這樣子下來 看看,這個 這個,這個我們看,第一這個 T的部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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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等於T的話 這個 mu等於T的話 是0,對,因為反對稱張亮 這個,然後減掉 這個 第一項 對,這個第一項是這個 c分之1x 然後,這個 再減掉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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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是C分之1的這個 gradient1,對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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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三維 這個是三維的這個gradient 三維的gradient的話 這個把它寫出來 是C分之1,這個 y0 这个rho 那我们知道 这个 这个是这个相当于 rho是这个j0分之 这个j0 jt 这个分之1 对 所以是c平方 这样的 那同样的 这个mu等于 这个x的话 mu等于x的话 这个我们就是第二个 跟第二个 那我们 这个 那这边是负的 所以 这个减掉 这个 这边是0 因为是这个 x 这一项 那这个第三项是这个bz 那这个第四项是 负的by 那这个把它写出来是什么 是这个 这个把它写出来 是 这个 这是0对 这个负负两个 这个 这两项把它合起来 ybz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code 这是code的b的x 对 那前面这一项是 这个code 这个c平方分之 这个 这个 这个是eax 这个是eax 那 这两个把它加起来 那这个东西是等于什么 这个东西应该是等于 我们知道是等于我们知道是等于这个这个这个1分0这个c平方分之1jx 同样这个mu等于y的话这个点点点是应该是 这个z等等 那我们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这个 等于这个c平方分之1分之1这个jmu 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这边的变化像个四项量 这个是二阶张量 对 那这个东西是像一个向量 对 但是这两个做 像说内积的这样的变化以后 就又变成了一个 这个 一个一阶张量 就是这个四维向量 对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安培 这一阶张量 这个马克术尔方程式 那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Gauss 对 电电的 这是Gauss Gauss定律 对 好 那我们还少两个方程式 好 这个 就马克术尔方程式组 还有一个是关于这个 关于这个B的Divergence 那那个要再把它变化一下 这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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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那我们定义这个Fμμ的Duo 这个Fμμ的Duo 这个我们叫做 那这个东西 基本上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叫做反对称张量 全部四个符号的反对称张量 这个 αΔ 那这个东西 当这个 它的顺序是 主码是这样的话 我们叫做1 那把它认两个对调的话 这个我们比如说 这个认两个对调一下的话 这个比如说这个 X跟T对调一下的话 这个就叫负1 那比如说我们来看 这个 这个 我们看这个好了 那这个东西 应该是等于什么呢 那这个T XYZ 然后这个 F这个YZ 那FYZ我们看看 这个FYZ 是等于这个负B 对 这个ZY 这个ZY等于 这个负BX 好 那然后这个 TY的话 这个 TY的话 你就相当于把它 这个 这个 翻过来 对 好 这个 TY 这个 这个 XZ FXZ的话 是什么呢 FXZ的话 XZ的话 就是 这个 XZ是BY 对 但是 这边 这个 两个 这个X跟Y 交换了一下 给你了一个 负1 对 这个 就是负1 好 然后 乘上 这个是 BY 对 所以你这样 一样一样 做出来的话 这个大约是这样 这个 这边 这边 T的话 这边是 负的BX 这个0 B这个 X 因为反对称张量 在这个作用之下 还是会被保持的 那这边是这个TD行 对 然后这个是这个BX 那 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个 这个 这个 F这个 对 这个 我们看 这个 XX是0 这个 XY 那XY的话 我可以把它 这个 XY的话 这个 我们可以把它 这个 这个 XY 可以把这个 Z Z调过三次 这个 把它 这个 这个 我可以用 这个 对 然后 把这个Z 把这个T往后 挪一个 然后再挪一个 再挪一个 这个 三个 对 那我知道 这个是 负1 对 这个是 C分之 这因为 这个三个 对 这个T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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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了 三次 所以是 负1 那这边 这个ZT的话 是 所以这边 是 XY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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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个 这个 负的 这个 然后 这边 我们估计 应该是 负的 这个 X 这个 好 我们再看看 这个应该是 这个 这边 是 这个 C分之 然后 这个 是 C分之 1X 那 稍微跟他 比较一下 这个 比较一下 在这个 这个 队友的 这个 场张量的话 这个 其实是把 这个 B跟 这个 1 护掉 基本上 是这样 那 这样东西 也是一个 这个也是一个 二阶张量 对 这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对我的这个 场张量 跟这个再 作用一下 那这个作用是 一个 明卡夫斯基 思维的那个 metric 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这个作用呢 这个第一个 这个是 第一个是没有 所以我们是这样子 好 这 这个基本上是 磁场没有这个磁单极的 这个表述 那另外 那另外 我们再看 这个当这个 这是mu等于t的时候 然后我们再看 这个mu等于x 那这个x的话 先看 这个就是 t的 这个c分子 这个 这个b 对 那然后 这个 这个 减掉 这个 减掉这个 y是没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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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这个 y 然后这个 这个是 c分子 1z 对 然后 这个 再 减掉 c分子1y 对 复的 对 这两个 这两个 这个是 这个 这个 这个基本上是相当于 这个c分子 这个 这边 这个是正的 对 这个 yz 对 加上 这个 yz 的话 这是 这个等于0 那这个 基本上是 法拉第感应定律 对 法拉第 所以 接着 这个 电磁场 张量 跟它的 对偶张量 我们用 这个 用这个 四维的 这个 四维的 这边 我们算 gradient 或是 这个 用这样的一个东西 去作用 那 作用以后 我们就得到 这个 两组方程式 这个 一个是 这个是 还有一个 反对称张量 就是 这个 场张量的 这个 这个 对偶张量的话 这个是0 那 这个 基本上 是跟 马克尔尔方程式 组是一样的 对 那 这个 这个 下面是 第二个 第二个是 高斯定律 这个 c平方 这个 接0 那 然后 这个 是 然后 这个 是 这个 负的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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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两组方程式 写成这样的一个张量的形式的话 那事情好像变得很华丽 而且很简单 一个在罗伦之变幻的二阶张量 跟这个思维的 Gradian做Minkov-6的内积 就会得到电流四向量 另外对对有张量做四点语零 反映出另外两个方程式 用张量写出来很干净 但是反而它的意义 不如爱因斯坦在1905年的时候 用Marxov方程式直接导出来 电场磁场应该怎么转换 反而来的意义比较清楚一点 这样是对初学者并不容易 这样的一个综合 对初学者并不容易 我还是建议去看看 1905年爱因斯坦怎么做 那个是一个束缚而简单 直接了当的办法 证明场应该怎么转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对初学者并不容易